昨天千辛万苦从河马那边提过来的他们端午节的达人名 就是一个一盒手工笋合作 它这个盒子我觉得还挺薪水的 饭啊 便当啊或者什么出去郊游啊都还适合买吃 那适合买这个 然后它旁边还掉了一个小的那个端午平安的小袋子 我觉得它里面有东西好像硬硬的感觉 然后现在拆箱了 其实我已经拆过了 真是假装拆一下箱 那它有一张小纸片说了就是手工笋合作的来源 它这个牌子因为是宁波的嘛 它就是主要是宁波的粽子 然后它就是宁波粽子的地道吃法解说 其实一共有有八个粽子啦 但是因为早上已经我们阿罗外公已经吃了两个 然后就假装拆箱一下 然后它八个粽子就是四个口味 乌饭 豆沙粽 乌米饭就是糯米 南竹叶加水 然后里面还在加了红豆 还有黑芝麻 核桃仁 桂花 之类的 然后还有碱水粽 碱水粽其实它就是用糯米和水 只是白粽子啦 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味道的粽子 还有就是鲜肉粽 然后这是唯一一款咸味的 应该是就是它是有加酱油那种 有怕会有南北咸甜之症 所以就要说清楚一下是咸还是甜的 还有一款就是红豆粽 它上面有写咸的粽子 就是你加热会更好吃 然后就是那种另外三款粽子 就是甜的粽子 就是你适合就是冷吃 就是就是拆开就可以吃那种 然后蘸的红糖 我们南北这边它其实咸的粽子 和甜的粽子都会包 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更喜欢 就咸的那种 就还有很大一块肉的那种 然后就是还喜欢吃那种 蛋黄肉粽啊那种 它是笋壳粽嘛 然后它是这个用笋 笋外面的那个壳包的 就跟那个普通那里是用粽叶的那种 什么什么叶 我也不知道什么 因为每个地方不同 如果像我这样拍测评 可能会多吃几个 如果你平时吃太多的话 还是要喝点茶 然后它就是糯米的嘛 就可能不容易消化 现在包装都可以先洗 然后把它收集在一块 用它之后 人家都那种 酸味啊辣酸味啊那种 东西就会方便一点 然后开始拆开了每个粽子 它这个应该就是乌饭的那个红豆粽吧 因为它是看来就是全黑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法过完整 已经剥成这样子了 它就全是夹在上面了 就能像填水打盖子一样 不浪费 这个我猜是碱水粽吧 好像是能够保持完整的形状 可以很可以耶 对是红豆子 它那个红豆很多 看出来 上面 上面都是红豆 小粒的红豆 是长的那种小赤豆 我们先从这几个甜粽子开始 这一叠是糖 这一小小叠是蜂蜜 这一小叠是沙拉酱 这五米粽是完全是漆黑漆黑漆黑一片 可能有点淡淡的甜味吧 嗯 来蘸一下 把砂糖吃一下 它里面其实是有豆沙的在里面 豆沙像 嗯豆粽 我要吃这个尖尖饺的地方 嗯 它就没有什么味道的那种 嗯 可能真的要蘸糖 碱水粽它就是 就是什么都没有 而已 就是白粽子那种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是黄黄的呢 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了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做测评就会可以接受 这种 加我喜欢的沙拉酱 特的是因为是我喜欢的沙拉酱 所以怎么蘸它 我就觉得好好吃 我这个鲜肉粽终于加热好了 鲜肉粽是我喜欢的味道 这样如果能够有蛋黄你就更好的 花纹真的像爆纹 顺客 啊鲜肉的也是有一蘸 所以我再给它铁平 铁 它的肉不算太大 大概是只有这一小块吧 哈哈哈 好喜欢鲜肉粽的味道 然后总结了一下今天就是试了三款甜的粽子和一款咸的粽子 当然我还是喜欢鲜肉粽子 但是现在觉得可能甜的粽子也可以接受 甜的粽子和咸的粽子各有那种各有风格吧 然后这次的vlog就结束了 然后下次看看还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测评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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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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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